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在昨天有一件事情 一般人可能就这样看看那个报纸上的新闻就过去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件蛮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拿出来讨论 好 这件事情起头我们要怎么讲呢 就是说好 这个国民党登了一个广告嘛 就是说我们安心吃卤肉饭嘛 这个原因就是下面一张这个广告 好 这几个问题是纠结在一起的 就是国民党认为就把这个蔡英文将来是不是要赞成 这个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这件事情 把它扣在她的帽子上 认为说这就是她将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希望能够唤起一些猪农来反对蔡英文的政见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张 下一张呢 于是就有一群猪农呢 跳出来了 他们说没有 这不是事实 他们力挺蔡英文 好 其实这没有什么嘛 就是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团体 他都有权力站出来表态嘛 就像很多这个工商建议会也挺国民党 很多这个工商团体也表态 这个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问题来了 登这么一个广告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全国养猪农民力挺二号蔡英文 然后他不是黑寒哦 他具名很有种的说 他说我们要养猪产业永续经营 而不是口水战 开始提到他们的一些诉求 然后联合声明 一个一个人 包括中华民国这个养猪协会的名誉理事长 还有协会的首席副理事长 台北市的常务理事长都出来了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位是嘉义县的养猪协会的常务监事 叫林秋贵 那他因为他现在在线上 我们想要请教他的是 林秋贵 您在线上吗 是 林女士你好 我们想要请教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看到报载是说 你们登了这个广告以后 农委会的序幕处打电话去给你们关切 是有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有 哦 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小英主席2012年 虽然没有当选总统 但是他跟我们养猪这养猪界 都有保持很好的互动关系 去年他甚至为了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还在云立县跟云立县政府合作 请丹麦的养猪的专业专家学者 到云立县办了一个国际级的养猪力能的 这个研讨会 会后还组团去丹麦观摩 然后我们这次认为说 国民党这些广告真的是不太实际 我们陆续都有在开一些会议 我们有提出一些养猪的政策给我们 像吴敏敏教授也都跟我们一些互动 对一些我们的看法 说我们不希望这个产业 被这个选举拿来当作选举的讨论工具 我们应该回到产物 养猪产业永续发展政策面来讨论 所以我们登了这个广告 然后昨天中午就陆续有 各县市的理事长领导人 就是联署联合声明里边有联署的人 他说农委会有打电话问他们说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有没有受自愿的还是受到胁迫的 好所以这些人打电话给他们的是一群农委会 是农委会的职员 这你们很确定吗 对不对 有一位自称他说是农委会的杨小姐 也有是男性口音说他是农委会序幕处的 OK那你们感觉到他们的问话 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 或者有些敌意吗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还打电话关系这个 真的是很不恰当 他们太低估这些养猪农民 因为联署的都是地方上的 大部分都是理事长 一两位像我现在已经卸任了 云林也是卸任 不然其他都是现任的理事长 他们都是养猪产业 而且当地的意见领袖不可能受到左右 而且他们都有很高的 主主性都有他们的主主性 所以他们都会把关切地低估了我们 他们当时没有去考虑说没有去检讨说 为我们做了我们的一些诉求 他做多少不可以检查这个 还给我们问这个 这些问的人都觉得不太舒服 觉得很不舒服 我刚才说政府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 请教农委会训目处平常有这个三不五十 跟你们打个电话问候问候 有这样吗 没有啦 就从来没有过 我是没有接到过了 所以他打了这通电话就直接就挑明了问 你们为什么要登这个广告 是这样吗 对对对 他说这个广告 说登这个广告你知道吗 你是自愿的还是受到胁迫的 OK 那这前提是说可能 好谢谢 谢谢林秋贵小姐 谢谢你 看起来国民党可能有过这个胁迫别人登广告的经验 不然他怎么会觉得说登广告这件事情是胁迫的呢 而且训目处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蛮关心的 也就是说还关心这个广告到底是不是当事人登的 还是被冒名去登的 我倒觉得这个农委会还真有在做事情 因为那个广告对他们伤害很大 为什么 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那里面全台湾养租前三名的养租协会理事长全部都居民 分别是云林彰化跟屏东 这是全台湾现在养租前三名的 所以那个广告这三个县的租资大概占了台湾的应该超过八成以上 所以这个对国民党在打蔡英文这个所谓的开放瘦肉精美猪 这个议题当然很伤害很大 而且其实他们广告里面提到一件事 我觉得就说 台湾因为以前曾经发生过猪肢口蹄疫 所以我们现在猪肉一直都没办法外销 那经过了很多年的努力 口蹄疫快在台湾绝肌了 可是农委会竟然取消了口蹄疫疫苗的补助 口蹄疫是有疫苗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取消补助 那个一年其实没有多少钱 结果呢 台湾的口蹄疫就一直没办法完全根绝 那完全没办法根绝之后呢 我们的猪肉就没办法外销 台湾现在养的很多猪的猪肉品质非常好 比如像云林的快乐猪、乐活猪 他们那个松板肉品质绝对不输日本的 可是很可惜 没有办法外销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现在去打猪肉这个议题 很不负责任 你们为什么要取消口蹄疫疫苗的补助 然后为什么过去你们执政这么多年 没有办法把口蹄疫从台湾绝肌呢 这个部分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对一些猪农 给他们一个交代才对 好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广告里面 它里面特别讲到说 在过去八年执政党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一个大问号 然后这些理事长说 在过去八年马总统一再寻称 要让台湾成为非口蹄疫区 但是连疫苗都取消补助 看起来关心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等等的 还有再讲到禽流感造成了 50亿元的灾情损失 然后呢 其实在农委会的部分 那么是不是有真的让公权力介入选举呢 那么农委会这边的讲法说 他们只是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有尊重每一个 这个署名在广告里面的人的自由意愿 那么在闻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看到再下一张 好 这个序幕术是这么回答的 他们只是请同人去了解 但是有一些人就说 那你们是不是用公权力去操作等等 就要不说 你们看我们发的新闻稿 那其实呢 我们会所发出的新闻稿里面呢 只是在解释说 他们怎么提升种株的效能 怎么降低生产的成本 怎么样强化进口猪肉的分流管理 以及有效的提升污染防止的效能 这跟养猪协会的广告 其实好像并没有解释到 没什么关系了 对啊 所以后来呢 他还传了一个简讯啊 说洪小姐啊 我们再跟你讲一遍 说我们的这个养猪 我们对养猪猪农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平常做了哪些事情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来乱啊 意思就是说选钱 你干嘛挺蔡英文啊 他意思就是这样嘛 但是农委会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 稍微保持中立一点 就是你要做嘛 你也不过就私下做 大辣辣的去打电话 然后大辣辣的用这种澄清的方式 没有介入选举嘛 可不可以 你要求农委会中立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那个陈宝基他好像也附和了朱立伦的所谓的蔡英文要开放收入金美猪进口的说法嘛 虽然他自己讲的话 前后这个矛盾也被人家公开了 那我觉得这种迅务科的基层的工作人员 我们也就不要错怪他们了 这个因为一定是上面给压力 好小子平常叫你们去搬干净 结果你们搬到最后 我们好不容易打一个这个选战这个议题 结果还被人家翻来这个反打一巴掌嘛 那一定是上面会有一些指责 所以这些基层的这个公务员就只好问 到底怎么回事 那如果问来了 他觉得他幸好刚才林小姐并没有说 对方还要这个将来还要报仇啊 或是报复他们啊等等 他就问他说你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呢 恐怕他们大家就要写一个报告给上面 那之所以会这样 当然就跟政治文化有关啊 那我也对这些登广告的这些理事长还 还蛮还蛮佩服的 因为你说这个农委会对于这个议题 如果他不去了解的话 也不合逻辑嘛 那反而因为这件事情 和使得这些相关人士 他们的立场得到更深的这种印证 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台湾台湾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四处透明化 所以国民党的这些官员们 高盖们到现在也想不太清楚 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 其实从总统开始 到这些大概是阁员们 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还剩一个礼拜了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那么讨厌他们 他们一直以为都是民进党嗨的 或者民进党外围组织嗨的 从这个事例里面就看得出来 所以大家再忍耐几个月而已 事件议员 你刚刚说的对 国民党这个就是炒心肝 就是你执政的时候 你就是这么搞的 所以你过去就是这样子 用这样子去办威胁式的 那策动一些组织基层的 这些理事会这些组织 或者压迫他们做什么 所以他才会这么想 过去民进党执政过 过去民进党执政的那八年 从来没用过这样子的方法 说去施压 要人家登货 要人家不登货去质疑 那么我觉得国民党 纯粹就是吃醋 就是说他平常也不帮 这些猪农讲什么 也不去帮他们着想 结果临时抱佛脚 用这一个猪农的这一个议题 用瘦肉精进口美猪 这个要来打击抹黑蔡英文的时候 那当然这些猪农团体 看片了这个事情 所以当然他不会帮国民党 背书讲话 甚至他们自己集资 去登了一个广告 声援蔡英文 所以国民党看了是觉得说 这威权心态就像幽灵一样 又复活了嘛 国民党的意思就是说 我还在执政 你们造反了吗 你们这一些团体敢这样子做 这就是威权心态 所以宋楚瑜在昨天 他是高估了马英九 他说马英九 那是不是考虑下一任总统 马英九提早卸任 下一任总统 3月1号 3月20号就来就职 我觉得马英九是做不好 马英九是做不好 但是马英九一定做到满 这是一定的 你看他现在用这样子的方式 行政中立在哪里 你竟然敢纵容甚至要求 甚至就是暗示这些农委会 去对朱农做这样子的电话的提示 恐吓 我觉得这个就证明了马英九 根本就是反民主的心态 维权心态 他会把持他的权力到最后一天 我觉得这会对公务员来说更为反感 因为公务员其实一定会知道这些事情 其实行政机关真的不能做 不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去为特定的政党探寻情资或者是来辅选 这都不行嘛 所以我觉得因为农委会做这个动作 然后其他广大其他部会的公务员看在眼里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 国民党不太聪明 会有一些反效果 而且国民党真的不要以为说现在还跟过去一样 就现在的确很多事情都是透明的 你只要做了 就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大概都会被人家爆料 PTT上面就会被人家爆料公开 行政力量介入选举这件事情 国民党用了很多年 那这次选举也不例外 农委会是一个事件 交通部长陈建宇 前几天跑到澎湖去也是一样啊 光明正大 用自己的交通部长的身份 然后叫大家 我们要支持这个国民党的 澎湖的立委候选人 而且他去的行程 连澎湖的县长和这个 这个现任的澎湖的立委 他都不通知耶 他只通知了国民党的澎湖縣党部 也就是说用行政的力量 明目张胆的帮国民党服选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不要 不要以为这一招还有效 这一招会让你丧失更多票的 佩芬姐 其实我想猪龙登广告 我觉得很正常 这个台湾的猪龙养猪户很多 有人挺民进党 有人挺国民党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那些官员会打电话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上面交代 可能就是序幕处那些人看到 就是说了解一下 然后长官问的时候可以回答 我觉得公务员很多是这样的心态 可能也就是传习过去的习惯 但是你说有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 现在各种人 一个办公室里面 我觉得以前像我们中央日报 那么蓝的地方 那个新党的旗子就插在那个桌子上 那有更蓝的 对 然后李登辉就气得疯掉这样子 觉得说你们那个社长是在干嘛的 所以那种东西当然会有意见 也有人支持民进党 我们保释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时代 要管这种东西 用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 好 谢谢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